HELLO,大家好,我是LickLim 我又来了 今天呢,我先来讲解为什么我拿这个相机 还有这个镜头 这个CANON原装的SPAG-55mm的镜头 我这个镜头坏了 它的AutoFocus失焦了 拍的时候一按AutoFocus它会Focus一下 然后就见着了 就有问题,又坏了咯 不能AutoFocus的 所以呢,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是打算要尝试修理好它 我有上网研究了做了功课看一看 然后发觉到它坏的问题的原理是那个排线 它里面的一个Cable排线断了 所以它AutoFocus detect不到 所以它AutoFocus转一点就停了就见着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镜头里面的那个排线 今天我是打算要自己拆镜头维修换好那个排线 看看能不能修好呢 先来看一看这个排线是怎样的 开箱吧 打开了 哇 这个就是它的排线啊 我买了几个怕我修理的时候弄坏的 所以我还有backup 看到了 它里面的排线是这样的 Focus cable 这就是那个Cable的排线 它这边是它的AutoFocus的那个位置 Detect的位置 这个排线是这个样子的 它后面有双面交 好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相机Focus视觉的问题 看看是怎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来修理更换这个排线 好吧我们来看看我这个镜头是如何Focus视觉 OK首先开去Auto OK然后开Live View给你们看 好的现在我Focus 嗯Focus了 然后我再按 不能了 那个Focus就不会跑了 就渐了 姐姐的方法是这样 推Manual 转回去再推回Auto 然后再Focus它才会Focus 然后又渐了 看到了它不会转的 这个就是镜头的Focus AutoFocus视觉 给你们看了一次 推Manual 转回去 然后放Auto 你们注意啊 当Focus 然后就可以了 就Focus键了 好吧我们就来修理好它吧 现在我们准备的工具是这个镜头 然后那个排线 刀片 没有用到还有这个 螺丝 我们就开工吧 要拆的是它这边的螺丝 然后不要忘记 在它这边还有两颗螺丝 这边和这边 打开好了 然后这个就能拿起来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Cable 你必须要把它出来 就能拿出来 然后这个放着 这个是那个镜头里面的电板 必须把全部Cable都把它出来 这边有12345 它很小很难发 它的Cable那边有一个洞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勾出来 比较好 但是不要管到那个电板 这样子勾出来 这个电板就能拿出来 电板放着 这个是它的摩托里面是齿轮来的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这片东西要拿出来先 还有两颗螺丝 这个和这个 这个推器Manner 然后你才能把它拿出来 这个勾 拉 这个勾拉出来 就能拿出来了 它里面有一个主人的一个角 拍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个排线Cable是断了 它的连接 先断了 Cable排线断了 把这个拆出来 这边有两颗螺丝 要把这个东西拆出来 再可以把这个Cable排线拿掉 拆出来了 就这个东西 把它的这个排线的上部分拔掉 看到吗 已经断了 它已经断开了 也拆出来了 也拆出来了 它已经断了 非常小心的把它黏上去 拔开它的双面胶 然后它要黏进去 好咯 现在已经更换好那个排线了 在这边 这条是新的 好吧 现在要锁回去了 看看能不能用 好咯 现在修理好这个镜头咯 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恢复正常的 现在是 Auto了 我们放Live View来看吧 Focus 看它会不会自动对焦 可以咯 如果Focus远的地方呢 也是可以咯 修好了咯 原来我们看了一次 Focus 前景 没有问题 Focus后面 好咯 已经修理好咯 换了那个排线 看Focus它会一直动的 然后再按 然后再按 Good 修理好了 好吧 影片就到这里咯 这个影片就是一个 研究修理镜头的过程 分享给你们看一看 要结束了咯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 喜欢也可以按赞咯 想关注我 就可以关注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那些咯 谢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拜拜